音域屋主单身新贵的身份 徐有森设计师将三房的格局重新配置 创造开阔的客餐厅饭店式的主卧豪华套房设计 同时还给了屋主一间专属的健身空间哦 哇有森这个房子我觉得很适合都市人 而且它有一点点不管是坟岭贵族或是牙皮的味道 都还蛮适合这个空间的 但是我之前来的时候大概跟我的制作单位聊了一下 听说屋主本来完全不沙沙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因为其实他那时候挑了很多很多风格给我看 照片 对那他有古典的乡村的巴厘岛的饭店的全部都出来 哇这样子是大大会你根本抓不到吗 对因为你不把他的最主要的那个想法抓出来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设计 所以我就开始说这个你为什么喜欢 开始跟他聊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他喜欢的可能就是开阔舒服安静 温馨 对吧他喜欢温馨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屋主呢是个单身的男生 条件非常的好 当然我觉得买房子是靠运气啦 不管你的职业啦或是你长得帅或美或丑 你买房子的格局绝对不可能就是一次到位的 对而且这边的房子是不卖预售屋 不卖预售 子卖橙屋 那就如果格局不满就是得敲掉咯 对就是没办法 我们聊一下你格局是要办法做哪些变动 其实他原来是三房 他其实最重视就是他的客餐厅 然后因为客餐厅偏小一点点有一些机能不太够 然后再来是他非常重视他的主卧室 因为他觉得他工作非常累 他回来就是希望休息 所以他主卧室对他来讲其实非常重要 然后他有一个最大的需求是他要泡澡 泡澡 对 所以他的主卧位于应该也会是他的一个重点 对重点 当然最后我们要讲的是有生的房子 还有你的个案推出来之后 其实受到我们幸福空间观众朋友喜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在一些动线跟机能上面 其实你是帮我们先考虑在我还没想到之前 对因为其实我很喜欢跟我的客户聊 就是聊他的习惯然后他的梦想 我常常跟我客户讲说你不要想说我做不做得到 你先把你想要的通通告诉我 那我再告诉你说你这个房子有没有可能做得到 那我们尽量嘛 对 那收纳的部分呢 我刚才逛了一圈 这个房子收纳藏的地方还蛮不经意的 但是还蛮多的 对还有一个收纳问题 其实当初这个房子其实还算完整 但是他没有收纳真正收纳的位置 所以如果扣除阳台完了之后 其实他室内大概20坪左右那边 对 可是我刚刚看一下两房两厅空间还蛮大的 对还蛮大的 那我其实在两个部分 一个你知道我很爱做储藏师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如何在他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面呢 增加他的活动收纳 而且他又可以成为空间的视觉的感觉 所以我才说你今天的收纳在我看来是很不经意的 可是收纳的空间的量是非常充足的 对 今天这个房子其实我要再一次强调 他大概不含阳台 20出头屏 可是空间感看起来非常的好 照理说像这样子的空间 我们常在想说那屏风怎么做 做出来可以让空间有质感 可是又不让空间变小 你今天的做法就有达到那种质感 而且我觉得他有那种日本无印良品的Fu 对啊 其实当初吴主找我的时候 他就是希望能够有这种饭店 然后放轻松的感觉 而且他们有一个风水的需求 不要一开门就见到底 对 那所以说我这边是帮他做了一个屏风 我就想说进来的时候让他有轻盈的感觉 因为我想说带一点点饭店式的 所以我是用铁架烤漆的 然后帮他配这种滋纹的玻璃 很放松 可是又还蛮有气质的一种质感 对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因为我对于空间的机能 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很注重 所以在开门完了之后 门后面我就是做一个花框穿衣镜 那在进门完了之后呢 我做一个鞋柜 还有一个那个便器柜 当初就在讨论说是不是要做高柜 我是觉得我希望这边的收纳呢 足但是它变成是家具化 我是觉得这样在空间里面 才会比较像VILA这种感觉 它是系统柜 怎么可能 那因为其实系统柜的部分 它现在的那个材料还蛮有的 那我是做了一个角柱 那你看我屏风其实也有做角柱 那离地完了之后呢 你通常都会觉得东西会比较精致 就比较精品化 空间比较轻了 空间比较轻了 可是我真的很讶异 就是原来系统的板材把手 可是我只要在角的地方 换成是一个有质感的木角 是 它就会有一点点家具感 就不会 因为一般来人家 要不然怕系统不会做起来 会笨笨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对玄关 还有对玄关端井的一些定义 也是蛮适合我刚刚说年轻 坟里贵族或者是牙皮上班族 可以参考 这个味道他们一定喜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餐厅的这个区块 事实上这个餐厅的区块 刚好就是位在这个很有味道的屏风后方 对 餐桌在这里边的时候 我们从客厅看过去的时候 刚好屏风是它的背景 是一个端井 对端井 我是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那坐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是觉得它可以由屏风 然后电器柜跟冰箱 把它包覆成一个有区域性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维缩感 其实很好 在这边用餐其实有饭店的感觉 有啊 我刚看一下这个角落 很有那个精品旅店 可能某一个用餐的角落 或者是咖啡厅的一个角落的感觉 所以我选了站灯 站灯也是 很重要的 怎么说 你看它放的比较低嘛 然后比较有那种维缩感 然后灯光比较聚集 那这样其实就很像在饭店里面吃饭 你在灯的外面的颜色 可能看来起来是比较质感黑色 可是里面你有特别挑内造的颜色 对内造里面是金色的 那我是觉得金色第一个比较精致 然后再来部分的话 它可以跟我们这里面木皮感的呼应 哦 木质的颜色可以搭一起的 好 那么观众朋友 跟倩云来到这个空间之后 还会有第二个问题 还蛮大的问题想要问你的就是 它的冰箱为什么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 这个问题 以设计师的角度跟概念 它当然是应该被你藏起来的 对不对 对这个部分呢是其实这个房子的一个很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厨房原来的设计没有留任何冰箱的位置 哦 所以冰箱势必就是要放到公共区域来 对 我就想说你放这边放这边放这边 怎么样都不对 因为它量体很大 很大 那与其让它长不让它显 所以呢我就把它做 做到有一个端井的感觉 其实当初建议屋主是买那种复古型冰箱 其实它的颜色很鲜艳嘛 那它当走到端井的时候是很漂亮 那因为屋主它原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冰箱 那我觉得质感其实跟空间搭配得很好 所以我就说其实还是可以先用嘛 那之后如果这冰箱想要替换的时候 我们再可以选复古型冰箱来用 那种胖胖的 对胖胖的 红色黄色或蓝色 两个门 然后大的把手 对很漂亮 那个光放在空间里面它就已经是一个焦点了 对没错啊 今天这个空间里面啊 其实我觉得有森友的家具我现在目前看到 除了定制之外 是 还有一些木座部分我们都是用系统替代嘛 对 可是你系统其实做的还蛮有质感 看起来效果很好 对 因为我在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第一个很重视它的配色 再来部分我很重视它的高度 因为饭店 然后我们房子不可能像饭店那么高 所以你定做家具完了之后 其实都要让它稍微降低一点 那空间才会大 所以我们电视主墙这部分 其实就是比较低 好 那今天的空间啊 我觉得还蛮取巧的一个地方在于说 我们刚刚说过它二十出头皮嘛 可是它的玄关客餐厅 其实整个空间是开阔的 对 连成一气的 事实上你也把外面的景带进来了 对 因为其实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其实这边阳台看出去是山景 那客户他希望他坐在客厅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是觉得阳台我就把它铺铁幕 然后再帮它做一点简单的一些造景的部分 让它能够山景连阳台之后看到 连针到我们的室内来 我是觉得像室内我们这样子木纹的超奈膜地板 然后配上你的铁幕再延伸出去 相对的阳台的空间感觉也像是我客厅 对 所以看起来很大 对 感觉就是把空间都连成一气把他做大 OK 好 另外这个房子一个很有气质 然后会让人家很喜欢的地方 是你今天空间里面软件的搭配跟材质的选择 是 像其实我对材质还有灯 其实在这个空间而言的话 它其实是很重要的 像刚刚有找到餐厅灯 那我背后的部分的话 有客厅灯 然后再来的部分 其实布料 是整个饭店风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在沙发抱枕 还有它的窗帘的部分 其实把它搭配在一起 让它相似不相同 相似 色系相似 可是材质其实有点点差异 可是整个看起来这个空间 我相信大家从画面上看 也会觉得它的质感是很好的 OK 我们一开始说有提到 其实有森在设计房子的时候 动线是一个重点 收纳使用的机能也很重要 我们接着要带你去看看这个房子 它最大收纳量的地方 其实是常在走到这边 对 是在这里 其实屋主当初跟我谈的时候 这个房子大概是三房两厅 那因为它三个房间 其实都很小 所以那时候在跟屋主谈完了之后 发现它的需求其实只有 最主要是客餐厅 然后再来是主卧室的功能 要很齐全 然后再来部分的话 因为它需要有一个休闲室 所以那个休闲室的部分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 它可以游戏的地方 跟它跑步级的地方 所以还有电视 其实这个房子本身呢 它其实已经很方正格局 其实很好 只是它本身的储藏功能 其实不够 所以当初在做格局更动的时候呢 我就在走到预留一些空间 是让它做储藏室的功能 然后再来的部分 其实一般建商提供的门片 都在到205到210 这样子的门片呢 在空间质感上面 属于比较零散的 所以我把房门把它加高 上面增加四板 可以一体性 感觉会质感更好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厨房门的部分 那餐厅厨房门的部分 它原本提供的是 铁的一个防火门 那用喇叭锁 那这样的质感 我是觉得在整个 餐厅的氛围里面呢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而且玄关走进来玩的之后 它有一点小端竟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把它整体化 然后市面是全部把它加整好 我选了一个 咖啡灰的一个颜色 然后让整个空间能够增加质感 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 它是书房 它也是主卧室 对 它也是可以喝下午茶的卧榻 对 它更是可以泡澡的一个好地方 是啊 但事实上呢 它是 屋主今天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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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一的一个主卧空间了 对啊 它当初就是讲说 这个 就他 几乎还 他生活最多时间带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讨论最久的就是这个空间 因为我觉得很惊艳 我们刚刚说过今天扣完阳台20出头屏数 你虽然规划了两房两厅 可是事实上当我看到这些主卧室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的空间用到哪里去了 这空间好大 就很大 他真的就是像你讲的是每个功能通通有 想睡觉 睡眠区 然后想阅读一下 然后晒个小太阳 然后办公 然后拿出泡澡 通通有 我们先说当初这个泡澡的功能是他 吉利所要争取的 对 因为他说他其实上班非常累 那所以原来的浴室是站在路门的右手边 对 那时候的大小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刚好打掉完了之后里面剩下浴缸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把自己关起来泡澡 那与其这样你不如让他开放 然后我刚才讲他他也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觉得说 让他整个阳光也能够洒进来 然后能够在泡澡的时候 你能够如果说他休假的时候 他泡澡的时候还可以看山景 整个所以我就把他的空间整个移到这个地方了 说实话他的浴缸也许大小没有什么灯洞 对 可是他的视野却是无限的延伸了 对 他这次感觉就非常好 因为要不然在那边的话就被关起来了 一点都没有泡澡的一个期待感 你照相看过去好有度假的氛围 对啊 我觉得还没有错的 还不错 OK 另外我也喜欢这个角落 对 因为他的感觉他老实说他跟浴室一样 我觉得他是属于迷你版的 对 可是迷你当中他已经坐到最顶级精致了 是啊 因为这个这个空间其实是等于是很复合 他有书桌 然后有卧榻 然后有书架 然后有衣柜 但是我是觉得说 衣柜就当这个书桌的一个背墙来处理的 然后他旁边有他比较办公用的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有他收藏的 或是他休闲的书籍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他想要享受一下阳光 他就坐在这个地方 那我这边的灯特别做的比较低 因为我想说 无论是晚上或是白天 其实都有一个东西在陪伴着你看书 这个感觉很好 很好 我是觉得如果我是屋主的话 没有话说了 今天的这间主卧空间 就是完成我所有的生活机能 对 还有我所有想要的梦想 对 甚至是我宁愿在这个地方 花上我大概一天当中超过一半的时间 对啊 他就是休息就是在这里 OK 其实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呢 他本身的收纳功能 其实不是很够 所以 他所有的一个整体最大的收纳功能 几乎就是在他的住卧室 所以我在原来 主卧卫浴的部分呢 把纳到 主卧室来之后的这个区块呢 我做了一个整排的抽屉柜 那可以让空间有层次感之外呢 他可以有增加很多的 抽屉柜的收纳折叠的功能 然后除了这个 在我们门打开后面呢 还有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呢是让有一些衣服 我们穿过了 还没有要换洗的时候 可以放的地方 每一次看到有森所做的房子 都会让我有一种得到额外 bonus的惊喜 因为房子的屏数虽然一般 可能就是不太大 不过空间当中 丰富的设计程度呢 却是令人相当满意的 特别是今天主卧的空间 他完全有一种度假精品房的设计感 任何人看了一眼都一定会爱上 我想这样的空间肯定是 一网打尽所有的男生女生 试想如果我们把窗外的景色 换成是巴厘岛海天一色的景致 那这样的房间就绝对是我度假时的不二选择 再加上今天主卧房窗台边的卧榻 还有小型迷你的愈试愈高 他完全充足的采光 还有视觉上连成仪器的设计 我相信他也肯定在很多观众朋友的心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哦